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第15届全国大选随时杀到的消息是盛宵陈上 那如今全国上下除了关注首相沙比里 什么时候解散国会之外 另一个引起讨论的焦点 就是早前在国会成功传官的反跳槽法修宪案 敢不敢得及在大选前落实 那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望朱乃迪 今天召开记者会宣布 反跳槽法将在明天10月5号就正式生效 那这也意味着来届大选 如果有议员在一个政党身份重选之后 他退党或者选择加入另一个政党 那他将被视为跳槽 而他所属的议席也会悬空 望朱乃迪表示 首相沙比里将会在近期致函给所有州政府 以便能够统一各州在反跳槽法修宪案的条例 反跳槽法确定敢在大选前落实 掌管国会及法律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望朱乃迪 今天在国会记者会上宣布 反跳槽法的生效日期 已经由国家元首苏大阿多拉陛下决定 并在今天颁布献报 望朱乃迪还打趣地说 距离凌晨12点法令生效的时间 只剩下不到几个小时 那些有心要跳槽的青蛙议员们 最好加快动作 要跳就今天跳 另外望朱乃迪表示 首相将会致函点各州 促请各州政府统一使用联邦宪法 已经被修正的第八条文 禁止州议员跳槽 目前只有沙巴、沙拉越、吉兰丹和槟城 已经修改了周宪法 杜绝青蛙议员跳槽的文化